尖沙咀 是香港的購物天堂 摩天大樓和琳朗滿目的雙場雙鋪之間 由一處都市六州 它就是九龍公園 這處前身是英軍的威飛路軍營 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後 英國將香港的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 尖沙咀作為香港島的屏障 有大約一半的地方被撥作軍事用途 尼敦道是九龍半島最早建成的街道 而是條貫通南北的道路 錯時候為了方便軍隊調動而建立 尼敦道和廣東道之間的山坡位置 即是現在的九龍公園 因為地勢較高便於觀察維港的海房 在1892年被辟作威飛路軍營 以當時駐中國、香港和海峽殖民地的司令 威飛路少將來命名 威飛路軍營曾經有多達85座建築 主要用來做軍事訓練和軍人宿舍 以前的華人都叫這裡做摩托兵房 因為當年在這裡駐守的 大部分都是印度裔的英兵 附近的清真寺 亦是方便他們進行宗教活動而興建 初期的位置是現在的尖沙咀景處附近 目前這一座清真紫棋伊斯蘭中心 是在1984年才落成 戰後市區用地需求增加 1967年駐港英軍將威飛路軍營交還給政府 並在1970年建成九龍公園 80年代 九龍公園在香港賽馬會的捐助下大規模重建 以前的舊軍營 只是保留幾棟作為倉庫和展覽用途 其中S61和S62兩座 現在就成為香港文物探知館 隨著今年弘揚中華文化辦公室成立 S58座亦會被活化 由舊軍營變成中華文化體驗館 預計2028年開放公眾參觀 成為九龍公園一處新景點